歡迎 鼓勵他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眾將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是參眾議員的點招 啊 什麼是參眾議員 知道會怕手 不知道你來做什麼 參眾議員就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我們現在中央的組織架構 集圍組織架構 和郡守的組織架構都已經出來了 這方面呢 待會呢 我會叫我們的工作人員 一人看給你們一張 你們就知道你們家裡來做什麼 你們剛才來的時候有簽罪嗎 有 有簽罪會怕手 會不會怕手 怕手 握拳 舉右手 握拳 舉右手 好 簽的來容是什麼名字 知道會怕手 蛤 知道說你簽什麼意思 會怕手 你簽罪嗎對不對 蛤 一人點拳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這樣就叫你簽 你簽罪嗎 我裡面簽什麼的你都不知道 你都沒看 沒看的怕手 有看的怕手 沒看的怕手 沒看的怕手 再來沒看的怕手 我跟你說齁 你們簽什麼東西都搞不清楚 我簽罪要把你們賣掉 你現在做簽眾議員 你不要黑白簽 如果你說簽罪有錢好拿 你簽看看 你簽看看 我們簽罪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 你自願跟簽罪 台灣民政府執政醫院 要來做台灣民政府的所謂的參議員跟眾議員 那你就簽字了 我們整個組織架構就是 初級班 高級班 之後會隔一段時間要點招 這叫做法理點招 沒參加法理點招請你走 沒有參加法理點招 不能參加職業點招 所謂的法理點招就是 確定說你還在台灣民政府這裡 所以你的心 你的身體 都在台灣民政府的範圍裡面 之後你再參加職務點招 職務點招分成什麼 駿手 軍事務就要考慮那些沒辦法 政治局 事務局 這叫做內閣的人員 內閣的人員 內閣人員包括中央 州跟駿 再來參眾議員 包括中央 州跟駿 要做議員一定要參加點招 再來就是什麼 那些群人員是黑市民 黑市民、黑市民 黑市民,黑市民 黑市民 黑市民是黑市民 黑市民是要做什麼 後來要在警察局、海巡署、國安單位 不是要叫你驅途驅逞 要叫你做 所謂的督導 督導的 督導的職位非常的高 甚至比局長所長都比較高 因為督導有權 有人事權 因為我們剛剛接掌政權的時候 一定會給我們台灣民進政府 人員有那種權利 有人事跟那個財政權 就是說你如果說做黑雄的時候 警察局的分局長他不聽你的命令 你可以當場給他撤換 你要馬上報給中央 我們都支持你 因為我們為了台灣社會的穩定 我們要這樣做 所以你現在是參加參眾議員的點召 參眾議員點召一遙 你不能說建造議員就沒關人了 你要開始要經常出現在你的酒店 還是營酒的面前 他不太知道你啊 對不對 你不要剛才後來這麼在萬賺 哇 我高級的今年裡面我們會執掌政權 你跟市高在任命的時候喔 我營的這麼好怎麼都沒有要營 那要問你自己啦 你要怎麼樣自己要顯現出來 那個酒店有嗎 還有那個郡守的辦公室嗎 我們現在的郡守在全台灣五十個郡守的辦公室 差不多都逐漸逐漸在完成 你如果要在那個郡的你就去郡辦公室 要在酒的你就去酒的辦公室 要在中央的就在中央這裡 參加中央的志工團 你如果參加志工團 其實大家互相中央就能夠常常見得到面 大家彼此之間能夠認識 不然什麼人不理 所以你們就要以後 要當參眾議員 也要懂得什麼 跟大家一起 但是你要知道 你做越高越大的高 你的頭要越低 我們絕對反對中華民國那種體制的 高高在上 我們絕對不要這樣 你的職位越高 你的頭要越低 講話要越客氣 不要用自己命令的 不要這樣子 你聽到嗎 有 這樣呢 稍等的 今天電招的開幕 是由我們的眾議院的院長 潘良華副主席 反正我負責是 以前25年 25年 25年 開始了 我們就一起 為這件事情再打拼 你知道我來西川 高雄市的市長 剛開始他也不知道 剛開始他經過五方路 我那個政權辦公室的總部 我現在掛了很多美國人 他叫我是直銷公司 他說美國 美國來自銷公司 然後聽市民議員 才知道這個論事 是對的 由起當初開始 他就投入 你看到現在 算幾年了 2006年 像類似這一種 當然我也會教育 因為 我們要知道 我們一定要按照法理 我們這個點招 一定要按照程序 都不可以 不可以 麻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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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中途的時候 我想說 我們就先來照照相 中午的時候先照相 服裝儀容 我們後來做一個政府官員 我們台灣民主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東西 我們都穿西裝 雖然我們是黑色的 但是我們不是黑道 但是呢 會穿黑色的 外面的人很怕我們 我們在那個點招之後 有那個擴大會議 在大飯店機場 有了 那福華飯店 我們在五個福華飯店開會 那服務生不敢進來 我們本來有說點咖啡 咖啡說不來 我們就問說 為什麼咖啡沒有來 他說我們不敢進去 他說為什麼 從來沒有看過開會 像我們這麼嚴肅 大家都坐得叮叮叮叮 大家都 點點 很注意聽 怕到福華飯店不敢進來 我們這樣做得非常好 但是 服務生我相信 他這一輩子 對我們台灣民政府 印象深刻 我們再來就是我們的行為 如果讓他們印象深刻 這樣台灣人就有福氣 這樣對不對 所以 雖然 議員 可能在法理上 沒有像 郡首還是州長 這一方面那麼嚴格 因為議員總是會比較帶有感情 但是 你要在議會裡面要講感情 不要講得太離譜 還是要遵守在法理的架構下 來講 一切為百姓設想 這是我們的原則 為百姓設想 所以4月24號 4月28號 就既然和平條的生肖日 我們再度 在自由時報 聯合報 上面 刊登 我們的 宣傳廣告 我們不寫什麼 一個logo 打開 這樣而已 我跟妳講 美國 CIA告訴我 他說 現時全台灣 差不多八分 85%以上 到95%之間 全部都已經知道台灣民主 雖然 他不知道台灣民主是什麼東西 但是已經很多人知道台灣民主 你說對不對 對 你們 有一天你們會覺得非常驕傲 因為你是革命先行者 我們不是革命先例 只有這4000名的革命先行者 一直做到你不需要做為己 公務人員 這樣好不好 好 來 多謝各位 我們現在 要開始 我們的開幕式 台灣民政府 中央和周昌議員 鄉議員 第一提出議會 點交 點內開始 請大家起立 請主席自委 提出議會 This la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 This brave and ancient land to me And when the morning sun Reveals her hills and plains Then I see a land Where children can run free So take my hand And walk this land with me And walk this lovely land with me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To make this land our home If I must cry I'll fight To make this land our own Until I die This land is mine And all jipun kokoa And all jipun koko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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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把本土台灣的語言高差族語言還有留存下來 沒有被漢化被蠻化被童話 還有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化生活風俗習慣 那麼平埔族因為被蠻化被漢化的很嚴重 所以失去了他們的文化語言 去學習外來的語言 所以我把梅語日語包括閩南語還有廣東客家語 這個將來我建議民進府把它當作是通通叫做官方語言 沒有歧視他們 然後日語是我們的國語 但是要把梅語英語當作我們的第一語言 因為現在國際上你做貿易或者科技研發 文化的論文都是用英語 你要跟國際接軌 要像學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把英語列入他們的第一語言 然後他們尊稱馬來語是國語 這個語言的部分我先講到這裡 那我今天很高興大家來這邊 一起來為台灣民政府將來接掌政權來努力 那麼我今天講的題目叫做日本國會簡介 這個是在東京的日本的國會 這是他們議場裡面的狀況 那麼這是2011年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到日本去訪問 有去他們的國會參訪 好 那麼日本國會 他原來的名稱在1889年 發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時候 他們原來稱之叫做帝國議會 但是到1947年的5月3號 日本國的憲法 就是被邁赫阿瑟修改過 變成和平憲法 來施行的時候 把帝國議會就改為國會這個名稱 那麼日本國會也是分兩院制 由參議院有242名 以及眾議院有480名組成 一共有732名的議員 那麼日本國會是日本最高權力 與立法的機構 只有這個國會有立法權 那麼他們的議員也可以擔任閣員 首相的必要條件 也是要參眾議員的身份 才可以去當首相 好 那麼參議院的議員有242名 他的任期是六年 每三年改選二分之一 而且這個參議院不可以中途被解散 這是憲法規定 OK 那麼眾議院的議員 有480名任期是四年 眾議院就有任期中途被解散的這個制度 這就是如果跟行政部門 有意見相左的情況下 會有發生這種事情 好 那麼眾議院他有優先制的這個實力 我們來看有哪幾個 我簡單列了三個 他有預算先預權 就是所有政府部門 送出來的那個預算 由眾議院先審 這是日本憲法第六十條的第一項 預算案由眾議院先提出送審 好 那麼內閣不信案之預決 也唯有眾議院有權行使 這是憲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 第三個 眾議院通過的法案 如果遭到參議院否決 如果再經過眾議院出席三分之二以上 的多數再度通過的話 這個法律自動成為生效 這是憲法第五十九條的第二項所規定 好 但是眾議院跟內閣的關係 如果說首相他是有權來解散眾議院 而眾議院也有權來通過內閣不信任案 這互相制衡的 那個如果通過的話 內閣如果在十日內不解散眾議院的話 那麼他的內閣就必須要總辭 這有這個制度的設計 所以眾議院也有可能會被解散 中途被解散 不論你任期多到什麼時候 如果說首相 他要解散國會的話 眾議院是會被解散 但是參議院不會 那麼眾議院有設十七個常設的委員會 第一個有內閣委員會 還有總務 法務 外務 安全保障 財務 金融 文部科學 獲生勞動 農林水產 經濟產業 國土交通 環境 國家基本政策 還有預算 決算 行政監督 還有意願運作委員會 還有懲罰委員會 這個獲生勞動就是 類似中華民國的衛生福利部 那懲罰委員就是紀律委員會的意思 我們來看日本帝國憲法 跟目前日本國的和平憲法 來做一個比較 帝國憲法 天皇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 他擁有領土主權 有立法權 決策權 統帥權 相對和平憲法 天皇只是日本國家的象徵 是一個精神領袖 沒有實際的行政權 沒有行政實權 那麼天皇他是中央集權 內閣對天皇來負責 那和平憲法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 日本政府的權力的來源 是來自人民嚴肅的信託 那帝國憲法 軍隊是向天皇來效忠 為天皇來服務 那麼和平憲法這邊就規定 日本沒有宣戰權 沒有交戰權 不可以擁有軍隊 正規軍不可以有正規軍 是後來才有自衛隊 那個自衛隊不是正規軍 可是他的武力是全世界排名 差不多排在第四名 他的戰鬥力 那麼日本的修憲程序是 第一個修憲草案送參眾兩個議員來審議 要個別有三分之二的席次來通過 然後 再經過全民來公投 要過半數贊成這個修憲案就通過了 OK 那我們來探討 美國憲法的立法精神 我們來舉1971年 憲法第二修憲案 一個距離良好的民兵隊伍 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史屬必要 故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 不得予侵犯 這是天授勇槍權 這個槍擊案在美國經常發生 所以很多人都建議參眾議員 要通過槍械的管制 就是 那麼你看在1791年 那麼早之前 美國就用這個修憲案 來保證他們 美國人民 永槍的權利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很多人認為說這樣會永槍自重 但是從美國他們那些有智慧的那個 立法的人員 他們的看法是說 所有的人民擁有槍支 這是對他們的自由權利最大的保障 他們甚至當初在討論這個 通過第二修憲案的時候 很多議員質疑說 為什麼政府要有軍隊 這些軍隊 會不會利用國家暴力 來鎮壓人民 照講不應該 我們人民都有槍械 都可以自我保護了 沒有必要政府再設個軍隊 有可能利用行政的資源 用行政的命令 來命令這些軍隊 來 來鎮壓人民 很多人提議是要廢除國家的軍隊 還好後來沒有通過 但是反而從來沒有人在質疑說 美國人民的永強權沒有人在質疑 那這個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 當初 很多美國人 從英國移民來到美國 那麼 當時要碰到 第一個 野獸 還有要跟當地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 來鬥爭 所以有時候他們要 沒有食物吃的時候 需要靠裂槍 靠槍械來打類 來取得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等到 英國的一些 英國國王 還有他們議員通過的一些法令 要求殖民地 美國這邊 要科重稅 所以後來才發生 這個獨立抗爭的事件 這個華盛頓 他就召集這些民兵 因為 每個這個 早期的那些 美國的移民的吞滾區 他們都有民兵組織 也是自衛隊的意思 可以把他們 那個華盛頓把他們通通 召集起來 經過編組 來跟英軍對抗 所以打這個獨立戰爭 就是因為有這些民兵 平常訓練有數 平常都有擁槍 一有狀況 馬上那個 他們教堂的那個鐘 超緊急的狀況 大家都從家裡把槍 拿出來廣場集合 聽指揮官的命令 開到哪裡去跟英軍作戰 所以獨立戰爭 是因為 美國可以說是全民皆兵 而且大家槍速 瞄準都很準 所以把英國打敗了 所以獨立戰爭是成功了 這就是他們為什麼 人民 從一開始到美國的時候就涌槍了 而且 因為 因為美國地大物博 有時候你這個農場跟隔壁的農場 差了好幾十公里 那你如果沒有槍來保護自己的話 萬一大匪來 他有槍 你沒有槍 那就變成不對等 所以他們認為永槍權是天壽的 很自然就應該要有了 就像基本人權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學習就是 國家是替我們服務的 這個國家如果要用它的武力 來鎮壓人民 就好比3月23號 台灣的學生去攻佔行政院 結果當天晚上 就被鎮暴警察 給鎮暴 他沒有 他這個國家中華民國 他沒有傾庭民意 他利用國家的自私的武器 自私的暴力 來鎮壓台灣人民 這些學生是最單純的思想 那結果 被中華民國的國家暴力來鎮壓 如果說 台灣公民都有 有永槍權的話 美國人他這個永槍權 最後也等於說是 美國人民最後的一道防線 你這個國家如果用專制 用國家的軍隊要來鎮壓 美國人民 美國的民兵可以組織起來 來跟這個 國家的暴力 軍隊來對抗 跟英國打獨立戰爭都不怕了 還好 美國因為他是 他的國會很有自治的能力 他所定的法律 都基本上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 所以美國沒有發生 那個 國家暴力來鎮壓人民這種事情 比較少 都是小局部的 很容易 經過那個議會的程序 來反映到人民的聲音 而造成 美國人民 比較會守法 就是說 憲法的立法精神 國會所立的法 基本上照顧到大部分人民的權益 而不會說 讓這個美國行政部門 利用他的行政的 方便性 來侵害到美國公民的權益 所以 永槍權這件事情 雖然經常發生校園槍擊案 你看前天 美國那個 胡德堡軍事基地 又發生槍擊案 又有四個人被槍殺 但是 這個只是局部的 個案性的發生 整個比例來講 槍擊案死亡人數 低於車禍 低於天災 所以 永槍權這個 立法的這個精神 是被大多數的 美國人民所認同 那麼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我們參眾議員 將來立法的時候 就是要以 從人民的角度 從人民的利益 來思考 而不是政府 讓政府立一些法 讓政府 行政部門可以便宜行事 這部分我們要跟美國的 那個 國會的那些先進的 這些議員 來學習 好 第四個我們來講 託亞入歐 這個亞基本上就是講中國 日本的民智維新 基本就是要脫離中國的思想 那麼我來講說 從中國來的 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們來講說 你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在罵人家的時候 在對這個人不認同的時候 都會講說你算什麼東西 從來沒有人講 你算什麼南北 因為東西 以做生意的角度 從經濟貿易的角度來講 東西貨不會賺錢 你台灣出產香蕉 出產芒 出產芒果 你說要銷到 同樣緯度的 中國的福建 他們也有香蕉 也有芒果 你還要增加運費去到那邊 你賣不到好價錢 可是我們如果把香蕉跟芒果 賣到我們北部的 大日本的母國 價格非常好 還有日本的蘋果 早期我們台灣沒有生產蘋果 也沒有來啊 離子 所以日本的蘋果 還有離子 運到在台灣賣 也是非常高的價錢 比他們日本本地高好幾倍 我第一次吃到蘋果 是我大概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 我也是 一個 台語說我 孩子王 我帶了一批人 到處玩放風針 抓蟋蟀 抓魚什麼的 就有一天是 在一個池塘 我看 有人養鴨 那個池塘很大 我就想說 我們來看誰的丟石頭最準 來丟鴨子 我在前面丟 後面的跟我丟 結果他後面的把我的頭 用大石頭丟 哇 破了一個洞 整個白色衣服通通是雪 後面好幾個哭 哭到 那我是真的被打那一下 是頭 眼貌金心 那我手摸著 我摸 欸 蠻大的 洞 我就 等我比較頭不暈的時候 就走回家裡 我媽媽就帶我去 醫生 治療 然後就到火車站 買了一個 日本的複製的蘋果 哇 那個蘋果好香 我第一次吃蘋果 是這樣才吃到蘋果 而且拿回到我們村子 還死不得吃 到處炫料 很多同學 小朋友都沒有聞過蘋果的香味 噴得很開心 所以你看南北貨 就是 所以我們在迪化街 他們賣的是南北貨 他們不是賣東西貨 高雄的三鳳中街 也是在賣南北貨 沒有在賣什麼東西貨 好 那從西邊來的 我們來看看都是什麼東西 寒流 我住屏東每次來這邊 遇到寒流我都冤到死 我都很討厭 好 要不然就是沙塵暴 對不對 最近最流行的新的霧霾 以前沒聽過 我記得沙塵暴十幾年前好像也沒有 沒什麼沙塵暴 後來每年都有 以前沒聽過什麼霧霾 哇 現在也有了 因為我有去船 所以對空氣品質我很敏感 就是兩個月前我是奇怪 我怎麼一直咳嗽 原來就是東北季風吹了這些霧霾來到台灣 我吸到 我就發作了 好 鄭成功 他來台灣他成功我們失敗 如果 鄭成功沒有來 我們今天搞不好 跟美國的紐約差不多 因為荷蘭人在1624年 來台灣的台南安平 同一年 荷蘭人也去佔領 美國紐約的曼哈頓 他們那時候叫那個地方叫 新阿姆斯特丹 你看 經過這三百多年來 紐約已經變成 世界最大的都市 曼哈頓變成 可以說紐約的那個 精華地區 那我們的安平呢 現在只是一個小城市 台南市而已 所以我想說 如果鄭成功沒有來把荷蘭人趕走 搞不好我們現在整個台灣都變成 一個新的阿姆斯特丹 取代新加坡 等於說一個大的新加坡 一個大的香港一樣 這麼繁榮 這麼 在國際舞台上 可以發光發熱 所以因為他來了 我們就失敗了 好 大清治台我常講 大清治理台灣 212年 根本沒有治理 連一條從基隆到 屏東的這個縱貫線都沒辦法蓋好 他們沒有造橋的技術 像那個大安溪 左水溪 高坪溪這麼大的河流 他就沒有辦法架橋過去 所以要一直要等日本人 1895年 來了以後 大概花了10年的時間 才把綜貫線打通 好 大清治台差不多可以說是 台灣最黑暗最悲慘的年代 好 再來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在應該給他 改成中華民國害台灣 他如果不來 我們那三萬多個精英不會死掉 那三萬多個精英 所傳下來的後代 一定也是精英 大部分都是會變成精英 那那些人 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或者有新的發明新的論述 一定會讓台灣 這個水準向上提升 結果被中華民國殺掉了 再來就是蔣介石 很多老一輩的長講 情願 受到廣島長期那兩顆原子彈 在台灣投 也不希望接到蔣介石這個湊石頭 因為廣島長期他大概經過30年以後 就恢復正常 可是台灣到現在 一害百年 蔣介石在台灣所作所為 會一害台灣百年 所以我認為 我們要脫中 入歐亞 入歐美 這個 台灣被政治王朝清朝或者中華民國 統治的這期間 都是台灣最黑暗落後的年代 那日本民治維新 脫亞入歐後 你看他進步神速 我們台灣只被日本治理50年 就已經脫胎換骨 所謂的一些張力之氣 日本人來了 就注重衛生醫療 在台北設立這個 台大漁學傳習所什麼的 後來進步成為台北漁學院 帝國漁學院 如果 當初美軍直接佔領台灣 那我們現在的水準 就跟日本東京 差不多可以平起平坐 那你看我們光是一個高速鐵路 我們都輸 日本輸了差不多40年 人家40年前就有新幹線 我去年8月15號去日本 第一次坐到他們的新幹線 非常平穩 而且他的車廂好像 我感覺上比我們台灣目前的車廂還寬一點 而且 坐在那上面 開了大概從京都到東京 兩個小時 中間 只有快到東京的時候 有停了兩個小站 有停了兩個站 沿路 整個車廂非常的安靜 不會像我們現在高鐵 經常那個LINE的聲音 咚咚或者是一些 那個電話來臨的 來電的聲音沒有 我非常佩服 日本人的規矩就是說 他不要去干擾到別人 不要去麻煩到別人 不要去妨礙到別人 整個車廂非常安靜 兩個小時 所以我非常佩服 日本的交易 那很可惜 台灣被中華民國的交易體育下 可以說亂七八糟 那個程度是差很遠 好 那麼以色列的接近 我們也來看一下 以色列這個國家 他們也是全民皆兵 他們旁邊也是有一些 訊動回教的那些國家 基本對他都是仇視的 所以造成以色列這個小國家 非常大的壓力 可是我們來看以色列 各國諾貝爾得獎來做個統計 美國是第一名 從1900年到現在 這個資料應該是2010年 不是現在 320面獎牌 英國116 然後你把從第二名到第六名 這五個把它加起來 英國、德國、法國、瑞典、瑞士 這五個國家加起來的總牌數 才跟一個美國相當 那麼俄羅斯才排第七個 來義大利、奧地利、荷蘭 我們大日本帝國 他得了16個獎牌 他排名第11 可是你知道嗎 中國 他只有得到三面 可是中國有13億人口 那你看 為什麼他的科技會這麼落後 而且他所得獎的 基本都是什麼文學獎這一類的 而不是在科技上面 那 以色列 到底得多少獎牌呢 應該說是猶太一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諾貝爾獎得子 是猶太一 這個比例大概有160名 而猶太的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不到3% 不到2000萬 全世界的猶太一的人口不到2000萬 可是他拿了 160面的獎牌 那中國13億人口 得了三面獎牌 所以 以色列一定有很多值得我們 來學習的地方 尤其在強敵環式 你看 埃及去攻打 以色列 以色列可以 那個六日戰爭有沒有 1976年六日戰爭 那個以色列可以以寡擊中 他的總人口 大概不會超過750萬 可是整個阿拉伯國家 賺益的 整個聯合 他們那個回教的國家聯合來 抵制來 攻打這個以色列 可是以色列他有 堅強的 武器做後盾 還有全民皆兵 還有堅強的心防 堅強的愛國的心 發生戰爭的時候 從國外的那些猶太裔的人 以色列人 通通反 有那個心要回來 防衛自己的國家 可是台灣 當初如果這樣 1995年倫巴耶這個書一出來 很多人趕快 辦移民趕快 財產賣賣 準備 逃離台灣 這個 台灣的心防 差很多 這些都我們要跟以色列 以色列來學習 百分之二十四的人口 有研究生以上的學歷 而他們這個學歷不是混的 不是像中華民國現在的台灣的教育 現在是大學生你要考不上很困難 差不多百分之百入學歷 而且以色列跟美國在高科技的 及軍事武器的研發上面互助互利 這一點 你可能會奇怪為什麼以色列有這個能力 確實以色列人他就是有那種智慧 有那個發明的頭腦 有創新的頭腦 包括像我們電腦裡面的 主晶片 那個chip 當時Intel在做286 386 486這些晶片 剛開始也是跟以色列的科技部門來合作 由他們來幫忙設計 這些有很多核心的技術 是以色列幫忙美國來處理的 那麼 很多高科技武器 美國的一些國防研究單位的實驗室 也是跟以色列的國防科技部門 來共同來研發 互助互利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那就是因為 美國把 以色列這個地方 當作他在中東地區 一個唯一可以牽制阿拉伯國家的 一個戰略要地 而且 美國 對以色列人 的生存權 也有強烈的這個支持的意思 因為為什麼 這是互相互利的 而且以色列人不會出賣美國 比較不會啦 不應該說百分之百 基本上 美國很信任以色列這個國家 他有共同的利益 不會為了 私人國家的利益 來出賣美國 所以他 寧願把一些高科技的軍事武器 來提供給以色列 以色列可以打敗其他鄰國 也是因為有美國的高科技武器的提供 然後這些高科技武器裡面的一些技術 包含以色列自己研發的技術也提供給美國 所以兩國在這種合作的氣溫之下 最先進的武器 以色列可以拿到 像以色列他自己發明一套 又便宜又好用的 鐵拳的這個 這個空中武器防衛系統 這個造價大概要15億台幣就可以有一套 一個城市 如果你有一套這個 鐵拳的這個 那個空防的防衛武器 就可以保護一個城市 又便宜又好用 現在全世界很多人都要跟他買 那我看只有美國可以買得到 因為這種先進的技術 不可以隨便賣出去 那相對台灣的狀況是怎麼樣 美國現在都不賣最先進的武器給 台灣治理當局 我所說的是台灣治理當局 為什麼 因為目前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它是有中國心 中國勤的 你賣給他先進的 今天賣給他 他明天可能拆拆 讓中國的那些科技人員 來仿造 來逆向工程 來給你做山寨版的 所以現在 你說中國為什麼這幾年 他們軍事武器為什麼好像突飛猛進 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說 他用盡國家的力量 用 駭寇的方式 駭入美國的各個研究單位 實驗室 國防科技的武器製造部門 拖走他們的一些構思 一些結構圖 一些製造的方法 以前美國沒有想到說 這方面的漏洞有那麼大 最早以前沒有網路的時代 現在 你要做產業間諜 商業間諜 你要直接還要派個人 受訓過的人 而且在高科技方面有基礎的 你還要混入他們的實驗室當職員 才可以去 竊取很麻煩 所以蘇聯也好 中國也好 在沒有網路時代的時候 他們武器設備是差美國 差很遠很遠 但是這幾年 中國利用網路科技 駭客的技術 可以說是免費得到很多 高科技的一些竅門 小蔡我是到35分嗎 OK 我們台灣 如果要重新得到美國的信任 我們一定要 讓中華民國流亡的這些難民 離開台灣 組成我們本身只是本土台灣的人 在台灣這個地方 真的是可以來當 美國的前線 雖然我們還是被佔領 可是這也是不得已 我們要認清我們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高砂族加平補族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臨時效忠的對象是美國 最終效忠的對象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天王 我們要先把自己的身份地位 搞清楚 你才不會任節咒物 才不會跟我們盟軍來對抗 不要被馬英九做一些愁日愁美的這些宣傳戰的影響 那我希望大家 繼續對台灣主權地位的法理 秘書長的這幾本新出的書 我們回去好好研讀 我們共同繼續努力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椅子麻煩向前靠攏 這樣以便出入 椅子麻煩向前靠攏 謝謝